吃饭时男子突感凶闷气短 送医途中昏迷不醒 他这个突发的这个昏迷以后啊 当地肯定就是不知道他的什么原因 直升机紧急入院 病情危重命悬一现 这个路途上的话 要是说话比说你堵车呀 甚至说车的那个颠簸 都可能造成一个不可挽回的一个危险的原因 男子阴和昏迷 我们又该警惕身体发出的哪些迅速 平安365 急诊24小时 即将播出 2017年3月26日中午12点30分 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的直升机 紧急降落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 临时停机坪上 很快 一名男性患者 被医护人员小细一一地 抬出了机舱 只见这名患者昏迷不醒 浑身上下插满了各种挂刺 生命衔然岌岌可危 患者体重近200斤 要把他抬上病床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 二 走 来 慢点 这名患者是谁 他到底身患多么危重的病情 需要用直升机来运走 他还有生存的希望吗 他这个突发的昏迷以后 当地肯定就是不知道 他的什么原因 原来在直升机抵达 中日友好医院之前 该名患者就已经在老家的医院 昏迷了五天 可昏迷原因却一直无法却诊 现在要想拯救他的生命 第一步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出病因 那前逅室来了以后 实际上各个专业人员 对他的病情并不是 像明确的是什么原因 所以很快地就是 调集了全院的基本 全院各个技术力量 各个科室技术力量 来参与会论和抢救 他学养 心脏很不好 对 心脏很不好 他本身高下病死 而且心脏很大 心脏很大 他是以左心大为重 他这二天帮原来有问题吧 他二天帮有问题 我们知道是心脏的极的错 左心肯定是大的 而且二天帮的活动也不好 通过对患者身体的各器官进行排查 医生们发现 他的心脏有严重问题 左心房比常人大出许多 呈水肿状态 难道导致他昏迷不醒 甚至命轩一现的原因 会和心脏有关吗 在气氛紧张的ICU病房外 医生正在和交集的患者家属 进行沟通 肺出问题了 心脏出问题了 肾脏出问题了 现在重要的脏器三个已经有问题了 如果肝脏再有点问题 就更麻烦了 如果时间耽搁得久了 对他肯定是不利 此时患者的心肺肾 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心脏肿大 无法正常将血液供给全身 肺部肾脏同时严重感染 这足以让一个普通人命轩一现 医生的话 让患者家属有些不知所措 他们不知道 躺在里面的亲人 能不能熬过这一关 还在检查的过程当中 患者就已经出现了 呼吸衰竭的症状 在尚未明确病因的情况下 医生们决定 先让患者的生命体征平稳下来 为下一步治疗做准备 这台机器叫ACMO 也就是体外循环机 它最大的作用 就是帮助呼吸衰竭的患者 进行血液循环和呼吸 要想保住性命 这台机器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这是一个人造的肺 这是一个人造的心脏 它不单可以替代 甚至可以替代几十天 此时的患者家属 还沉浸在惊讶当中 他们仍然不敢相信 自己的亲人 会得了这么严重的疾病 我没想到它会那么厉害 它没什么毛病 就是血压缸 原来患者名叫孙晓明 35岁 在妻子口中 身体一直不错的她 怎么会突然昏迷不醒 危重到必须使用直升机 转运的程度呢 在她生病前的那些天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昏迷五天 她因何生命垂危 看似普通的症状 背后潜藏着巨大危险 导致她命轩一线的罪魁祸首 到底是什么 平安365 急诊24小时 正在播出 随着机器的运转 体外生命支持系统 已开始发挥作用 孙晓明的血氧迅速上升 心率也在慢慢下降 可以说生命暂时保住了 可是要想彻底脱离危险 医生们必须要迅速找到病因 那么在此之前 孙晓明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她发病前又有什么样的征兆呢 当时我在上班呢 她妈给我打电话 说她兄妹爹的 让我回去 在得知了丈夫身体不舒服的消息之后 她赶紧回到了家中 她平时一般就是朋友们 晚上不怎么在家吃饭 朋友们也挺多的 就是在外面叫喝酒啊什么的 平时性格开朗的孙晓明 经常和朋友一起外出吃饭 孙晓明的妻子虽然心里不高兴 可是为了丈夫能有个好人缘 也没有多说什么 让孙晓明妻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平时生龙活虎的丈夫会在一顿平常的午饭之后 眼睛就再也没有睁开 她到底是怎么了 她就坐在床边 两只手煮着 因为她有点 她胸闷 她憋得好 当时还这点的 因为她吃了几粒 这个救星尾啊什么的 回到家 妻子看到孙晓明在吃了药以后 病情有所缓解 以为只是虚惊一场 可没过多久 孙晓明再次觉得胸腔憋闷 家人决定将她立即送往医院 后来她憋得厉害 我们就去车 车都坐不了了 我们就停下了 停下了 她就下来 主任那个车门一动也不能动 只是在上 出气 没有进气 孙晓明住进当地医院后 始终无法明确病因 而她也就这么一直昏迷了五天 这五天当中 孙晓明的病情不断加重 呼吸衰竭 如今已经命悬一泄 那边没治 我们就想办法就是转院 要不然就是等死 只要能救活丈夫 妻子愿付出一切 而此刻 拯救孙晓明生命最快的方式 就是用直升机转运到北京来治疗 在亲友的资助下 她立刻联系了 北京999急救中心的直升机 进行转运 她这个病就是用 就是当时她那个情况 就是用直升机 我私人也是没底 就是拼一下 正是孙晓明家属的正确选择 为挽救她的生命 养取了更多的时间 因为她这个病 跟那个不一样 她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外伤性 她是一个全身性的脏器衰竭 而且病人当时已经处于一个 昏迷状况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要抢时间的 而且呢 这个路途上的话 要是说话比说你堵车呀 甚至说车的这个颠簸 都可能造成一个不可挽回的 一个危险的影响 所以直升机这个决策 是非常非常对的 通过全院各科室医生的共同努力 孙晓明的病因终于找到了 病理生理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搞清楚了 就是一个常年的一个高血压心脏病 然后造成了一个瓣膜功能的一个障碍 然后它见头断裂以后 形成一个特别严重的二级瓣的反流 反流以后这个的话 我们这个瓣它就坏掉了 如果这个病根你不去除的话 它这个新功能永远改善不了 而且会逐步逐步地进一步地恶化 当血液体循环时 血流从肺境脉流入左心房 此时二间半打开 血流通过二间半流入左心室 最终由主动脉流向全身 完成血液流通 二间半就好比一道闸门 掌握着血液流通的方向 正是孙小明的二间半出了问题 无法完全关闭 导致血液经二间半流向左心室的同时 又有一部分血液反流回左心房 导致其他器官攻血不足 心脏负担不断加重 才引发了这次生死危机 它的心脏比正常的心脏 已经扩大到三倍了 正常人的心脏像全头自己这么大 它的心脏 就跟牛的心脏那么大 很大很大 这种心脏在住手术的情况下特别的危险 那么心脏不好的话 它会影响到全身的脏器 所以有的表现就是呼吸衰竭 有的表现是肾功能不好 有的是脑功能不好 那么这个病人正好是 全身的脏器的时候的影响 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诱因 就是出现了一个呼吸道的感染 而且它的呼吸道的感染 在它的发病的时候 没有得到及时的影响的控制 病因终于找到了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为孙小明立即手术 更换心脏二间半 可是孙小明病情复杂 患有严重的感染 导致手术风险成倍增加 手术能不能成功 没有人能保证 明确病因 手术即将开始 操作过程困难不断 它到底能否转为为安 生活中 我们应该对哪些症状提高警惕 平安365 急诊24小时 正在播出 早上8点30分 手术正式开始 更换心脏二间半的过程 极为复杂 首先要用体外循环机 代替心脏 进行血液循环 然后再进行手术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病人的心脏发生异常波动 他的生命就会有非常大的危险 手术这天 对于孙小明的妻子来说 也是有生以来经历的 最大的心理冲撞 相信自己老公一定能 手术成功 甚至平平安安的 能走出手术室 下午16点30分 经过近8个小时的手术 医生成功地为孙小明 进行了心脏二间半更换手术 他也终于转危为安 整个过程中 现在可以说 手术是非常成功的 术后的处理和术后的治疗 那么有待在进一步地继续观察 孙小明终于摆脱了危险 在这突如其来的疾病面前 生命显得多么的脆弱 那么在他发病之前 身体有没有发出警示信号 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又该如何预防呢 得病以前 一年一年的很少在家吃饭 经常和朋友们出去 我这个喝酒没把门的 多的时候你现在喝啤酒 二十来瓶也吃它 喝白酒二斤三斤 都这么喝呢 孙小明每天大量喝酒 使他在三十几岁就患上了高血压心脏病 此次呼吸严重感染 正是因为他免疫力低下 殃及了全身的脏气 才导致了这次生死危机 那么从我们最后反过来看 知道他病情以后反过来看 他这个病就是由于心脏原因造成 就是心脏本身这个心脏 人有心脏有四个瓣膜 他有一个瓣叫二斤瓣 这个瓣坏掉了 这个瓣坏掉了 这个病人的话 他肯定原来这个瓣坏的时候 他有感觉 但是他可能疏忽了 或者说他的忍耐力比较强 没大回事 感觉肯定就是心慌气短 活动能力下降 孙小明的病情之所以这么严重 完全与他平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有关 毫无节制的饮酒 频繁的熬夜 都使他的心脏不堪重负 而当心脏发出了心慌乏力的警示信号时 孙小明的疏忽 进一步导致了病情的严重性 他生活方式 不是特别健康 是吧 不是特别健康 就是包括 这个大鱼大肉啊 暴饮暴食啊 是吧 抽烟喝酒啊 然后这个不规定饮食 不规定休息 是吧 熬夜什么这些事 他可能都有这种因素 这是首先第一位的就是说 要保持一个健康生活方式 这个健康生活方式 现在实际上现在信息这么发达 说起来大家都知道 更重要的就是说 自己的这个 对自己身体的关注 就是对自己身体的异常信号的一种关注 有了问题不要去 去扛 是吧 就不要去 你忽略了自己身体的信号 异常的信号 不舒服的感觉 这可能就有隐患 他这个可能就是 两方面的因素都有 就是说他一个自己不注意 第二一个有了症状感觉以后 他可能没干回事 回顾发病前的生活 孙晓明感慨万千 生活的不规律 对心脏健康情况的疏忽 都是他这次生死危机的元凶 现在不行了 现在你要再这样过 你等于对自己就不负责任了吧 因为大家伙这么费心 费劲地把我救活了 现在生活比原来规律多了 现在晚上也不出去了 也不吃喝了 也不干啥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 一定要特别注意 自己的心脏的功能的情况怎么样 有了问题以后 应该及时到医院去检查 平安365再次提醒大家 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应当多加注意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身体出现不适时 应尽快到医院进行检查 这里是江苏省淮安市区医县 2018年1月16日 区医公安消防大队接到报警称 以居民楼副一层电动车起火 须移中队到达现场后 立即对浓烟进行稀释 一边上楼搜救并疏散人群 随后 消防队员进入地下室 将起火的电动车扑灭 74岁 你看到火灾之后 你不害怕吗 还没家没户去敲门 正是这位74岁的老大妈 挨家挨户的敲门 及时疏散了人群 索性此次火灾并未造成人员上网 平安365提示您 在使用电动助力车时 要勤检查常维护 车辆充电时 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 字幕志愿者 李永乐